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最近有一部非常火爆的电影上映了 就是阿凡达2 水之道 我上网查了一下 现在各个影院都在卖票 这个是一部3D的电影 这部电影能那么火爆的原因 也是因为在2009年上映的第一部阿凡达的作品 广受好评 这个电影讲的是人类与潘朵拉星球纳美族人的故事 今天关于电影的内容 我不会和大家做展开描述 因为我根本就没看 而且我也并不打算去看 我是因为看到了报道 觉得在这个电影中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众所周知 这个艺术创作者都会透过他们的作品来传递很多价值观 或许是他们自己创作者本身就拥有的想法 他想要借着这个作品传扬出去 或许也是会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 所以他们放进去一些时下流行的意识形态 那么大导演詹姆斯卡梅伦呢 在这一次的影片中 他说为了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力 彰显女性的力量 所以呢 他这一次在影片中就特别设计了一个桥段 让怀孕六个月的孕妇上战场打仗 成为一名孕妇战士 那他在最近接受的一次采访中就说到呢 说这部电影充分的赋予了女性权利 并且他在里面还解释了说 为什么让角色在电影中怀孕打仗很重要 我只是明显得十分之内 我直到阿面期待 语地倫典过来存在 然后你还有一个角色 将能处理 面当无缔相这类型 当初歉 为那是很重要的 跟那我非常伤心 因为那对你的世界 人尸体联系 我看起来 今天会经常常提用 你们销售性 但要什么是这些双压的 女性的剧场 我们继致世事 我们像女性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去比较 女性 和美妙 女性 而且也许 在性了 我们都没有 如果能够 all the way down the rabbit hole of female empowerment let's have a female warrior who's six months pregnant in battle now it doesn't happen in our society probably hasn't happen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but i guarantee you back in the day women had to fight for survival and protect their children and so on and it didn't matter if they were pregnant and pregnant women are a lot more capable and capable of being a lot more athletic than we as a culture really kind of acknowledge and my wife susie you know she she treated pregnancy like an athletic event that she prepared for over over and over you know and and we practiced the bradley method together so i got to see you know this kind of amazing icon of of the the pregnant uber mom you know in real life so i thought i want to tell that story you know let's take the let's take the real boundaries off to me it was the last bastion that you don't see you know wonder woman and all the captain marvel all these other amazing women they come up but they're not moms and they're not pregnant while they're having to fight evil 其实我能够明白他在想什么就是他认为怀孕的女性是非常伟大的 所以呢就创造一个角色然后有这样一个桥段让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性上战场上去打仗 从而呢来凸显出说女人并不比男人差女人也是很坚强也是很强壮也是很勇敢的 那么这种思想呢我不得不说这是非常非常肤浅啊那这种非常肤浅的想法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明女人是坚强的或者等等等等类似的想法其实在电影行列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对就是这些非常有名的大导演他们也会肤浅而且在电影行业里面普遍的都是会追捧这种非常肤浅的想法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讲啊很直接 就是他没有深入思考的东西就是一个怀孕的女性上战场这样就与勇敢画上等号了 但是在这个里面传递出来的价值观我是完全完全不同意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太多人会去迎合这个女权主义 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电影里面这个导演也是这样啊而且他们用的词就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反感 他们用的词都是什么empower woman就是赋予女性权利就好像他们不这么做 女性就没有权利一样而且让怀孕的女人去打仗 这真的是尊重女性的表现吗 这真的是赋予女性权利的表现吗 我们很多观众都是做妈妈的人了 那做过妈妈应该就会记得当时怀孕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吧 我虽然没怀过孕但是我也见过别人怀孕呢 就一个孕妇走路都得小小兴兴的 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你才能逼着她抱着自杀的心态去战场上打仗呢 而且这种行为怎么能够体现出女性的力量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发生这样的情况 难道体现出来的不是男性的软弱吗 反而会体现出女性的力量吗 那么詹姆斯·卡梅伦呢 他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 他是非常明白电影能够给人带来的心理影响 在电影里面不管是镜头的角度 灯光以及各个镜头的这样的衔接 都是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 包括像音乐的配合 都是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 能够让观众体会到那种感觉 那种感受 让你不需要用嘴巴说出来的情况下 就可以让观影的人感觉到那种氛围 受到的是心理的影响 那卡梅伦他对这些实在是太懂了 因为他一生在做的这些东西 都是在玩一个心理暗示的这样一个职业 所以呢 他明明可以从各种方面来体现出女性的强大 我们在身边看到很多女性都是非常强大的 不管我们看到是很多牧师的师母也好 或者是我们就是身边最平凡的妈妈 或者是每一位为生活努力拼搏的女性 其实她们都有自己强大的一面 但是她却选择用一个动态捕捉的虚假人物 假装怀孕六个月的女人真的有能力可以去打仗 而且还和体型健硕的男人一样灵活 这样的想象呢 是来自左派的幻想世界 在左派的幻想世界里面呢 平权的意义就是男人化妆穿高跟鞋 女人怀孕上战场打仗 男人和女人的职责以及定义被左派完全混乱 很多女权人士谴责圣经 他们非常讨厌圣经的理由 就是说圣经对待男人跟女人非常不公平 女性的地位很低等等等等 但是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圣经之外 是没有其他的任何一本书 对于男人和女人的职责以及特性有如此详细的描述 从创造之初呢 神就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男人和女人 并且圣经中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男人和女人是完全平等的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在这里面说 说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哥林多前书 我愿意你们个人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然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这里告诉我们 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只不过我们的特点不同 作用不同 那作用不同呢 并不代表我们不被重视 更不代表女人的能力不如男人 只是代表我们不一样 在神的里面 不分种族 不分性别 我们都是完全平等的 按照神的样式 创造的 荣耀的 儿女的形象和位分 所以性别平等这个东西 并不能够通过这些电影 传递出来的思想 就会让人平等 他们传递出来的思想 只会使女人变成懦夫 如果一个女人 一旦接受了男人跟女人 是不平等的这样思想的设定 那么就是接受了受害者的身份 这样的身份 不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说 原来是因为男女不平等 而我们不会去真正的找 自身存在的问题 我们就不会越来越好 而是会越来越差 那真正平等的来源呢 是看到神眼中的自己 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 我们属天的身份 以及神对我们美好的心意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 神创造女人的心意去做 真的学习真言三十一里面 那一位才德的妇人的时候 我们产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女性传递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 那个时候我们不再需要 任何人去做电影 说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上战场 是女性力量的彰显 那个时候 我们所到之处会彰显神的荣耀 而且我们会成为真正有力量的女人 现在呢 非法移民的问题泛滥 甚至在上个礼拜 还有视频流出 说在边境呢 来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团队 这个团队 有超过一千个非法移民 一起组团 半夜穿越格兰德河 入境美国 这个是边境的执法人员 目前为止见过单一数量 最大阵容的团体 已经到边境了 这么多了 对 那么截止目前为止呢 单单2022年穿越边境 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 就已经达到了276万人 实际数字呢还会更多 那这还是边境执法人员 利用了第42号法令驱逐之后的结果 第42号法令呢 是美国的一项法律 赋予了政府关闭边境的权利 以防止传染病在美国扩散的 这样一个紧急行动 那么川普在任的时候呢 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 于是川普就开启了这个第42号法令 那这第42号法令呢 是1944年颁布的 公共卫生服务法的其中一条 说的是允许政府 在公共卫生紧急的情况下 阻止入境 那么在这一条法令的保护下呢 边境已经使用这条法令 驱逐了超过250万个非法移民 但是不幸的是 就是在明天周三 12月21号 这条法令就会被取消 预计届时呢 会有每天 14000名的非法移民 涌入边境 一年下来就是510万 那么到时候 这样就不能叫做边境危机了 我们就直接叫入侵吧 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一个关于美国英雄的漫画 横空出世 那这部漫画的名字 叫做Private American 就是以现在的边境危机为背景 塑造了一个爱国的古巴异军官 对抗边境的毒销 阻止毒品芬泰尼流入美国 和对抗人口贩子的故事 下面呢 让我们看一下 介绍的这篇 美国英雄的领域 美国的领域 美国的领域 变成了一场战争 人们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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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领党 流通过 大利亚人的准备 并非准备 保持人们的准备 那一人会让他们的阻止 政府政府政府在美国的国家里面评论美国人的质量 而反映了国家的网站 并且不足为人民币的影响和决定的选择 第二代的美国人的Cuban-American Marcos Zamora是一位党的组合 更 patriotic的那些美国人 没有能否讨论的狱猪在他的 doorstep 他演员 同时他的最好的朋友, Gus 他们在楼上每晚都被删除了 而在阻止暴力的毒账和其他资产的资产 政府反应在马克斯的试图抑制美国的秩序 在全力的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但马克斯明白 最后一件最好的几个富有的恐慌是壮业的公司 而他录像每次遇见 谁他也就是 这美国人必须被停止了 录像 Richard Bonk 和写的Eizner winner Mike Barron Private American is his version of Captain America and may be a little punisher taking part in this ongoing violent and very real battle of good versus evil in the war for American sovereignty grab your copy at theprivateamerican.com We have a secure war and that is a priority for our administration 是不是很棒 不管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还是内容的精彩程度来说 我看完这个介绍影片 我都觉得好酷啊 而且这个里面的坏人呢 坏得特别具体 而且特别真实 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 不管是说电影也好 或者是动漫也好 其实里面的坏人 我觉得都没有说坏得特别具体 很多时候就是说 坏人有着那个最复杂 最高科技的实验室 要不是就是坏人 就是外星人要占领地球 要不然就是摧毁地球 要不然就是独裁者 要掌控地球 这个就是坏蛋的一个标准的形象 但是这个漫画它不一样 这里面的坏人 都有非常非常明确的目的 而且这里面的坏人 都是真真实实存在 在我们现实世界中最黑暗的一面 所以不管像这个动漫里面 它描述的这样一个虚伪的政府也好 或者是人蛇集团 黑帮贩毒集团 这些人呢 不像电影里演的 说我非得要有一个高精尖的办公室 这些就是最真实的 在破坏我们国家 而且破坏我们家庭 破坏我们世界的人 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黑暗的存在 那这样一个保护家庭 打击犯罪的漫画 是真正可以起到教育作用的意义的 并且是真正可以让我们更加重视国家 还有社区安全的漫画 他们呢 正在寻找公共的资金来支持 因为这些人呢 你知道如果他要是在那些大的动漫公司下面 动漫公司是不会出品 跟我们现实连接这么近 尤其是会得罪政府的这样的漫画 于是这些非常有经验的动画师 他们就自己连接起来 就做这些真实有意义的 而且是非常爱国的漫画 来给大家看 所以他们就需要找寻公共资金 来支持他们可以完成这个动漫 然后发布这个动漫 但是呢 根据作者的描述 他们这个动漫 先是在推特上面被禁止 然后又在筹款平台 Indiegogo上面被限流 之后呢 又被新闻媒体Daily Coast上面 描述成宣传种族主义 又被网站Kickstarter禁止 Yet somehow this kind of vigilante is viewed as racist and here's just some of the censorship you have suffered on the whole obviously Private American permanently suspended on Twitter shadow banned on Indiegogo and like I said obviously for this suspended indefinitely on Kickstarter how are you going to make money now? Well my friends you can find the book by going to theprivateamerican.com that'll take you directly to our Indiegogo campaign which is still active fortunately and you know a number of us who produce comics that don't fit into the rigid left-wing mode we are exploring new crowdfunding possibilities Take your picture just how woke has the comic book industry become? It's pretty woke as you know and the sales are falling and there's some question whether Marvel and DC will continue to publish comics in the future because sales are so low meanwhile there's a whole bunch of us and we call ourselves Comicsgate that produce comics outside the normal realm and we crowdfund our comics and they're highly entertaining and many of the comics are far more entertaining and better illustrated than those that are being produced by the big two 美国的文化 会极度的左倾 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娱乐产业 像我这一代人 或者是比我更小的 我们都是在电视网络 这样的环境下面长大的 所以这种左派文化的洗脑 我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这种洗脑 小到对人格的塑造 大到对家庭的观念 对社会的影响 以及对国家的发展 都是非常有害的 所以我是一直非常期待 可以有好的保守派 能够做出好的作品来 让大家观看 而且让我们 可以有空间去选择 我们不必要说 在众多的产品里面 我们还非得要选择 左派的企业去支持 我们还非得要选择 左派出产的这些 觉醒文化的东西 去给小孩看 我们有这样的选择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 再买迪士尼的会员 我们也不需要 再看左派制作的漫画 我们也不需要 再去给左派送钱 让他们有更多的财力 然后继续来破坏 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继续去做那些 变性的同性的东西 来洗脑我们的小孩 那像是Private American 这样的 切合实际的英雄漫画 并且是善恶分明的 并且是教导我们 现在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从这些简介来看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去看 而且是非常值得去支持的 毕竟我们的确是需要 有更多这样 有才的漫画家 电影制作人 动画制作人 等等等等 在娱乐产业这样的人 能够做出更多健康的 符合美国精神的 符合正确的基督传统的 文化价值观的作品 让大家来欣赏 让大家来学习 让大家来观看 也更加希望 我们在各行各业 不光是说在影视圈里面 不光是娱乐的这一个产业里面 包括像我们的教育行业 我们的餐厅 technology等等等等 我们都希望能够兴起 更多的保守派自己的企业 更多保守派的文化 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圈 好 所以鼓励大家 如果你要是有创业的想法 或者是你已经创业的老板 继续加油 如果你要是需要我们的帮忙 或者你希望加入这样一个 保守派的文化圈 欢迎你来联络我们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频道 我们也是一个 保守派基督徒的频道 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大家来为我们买一杯咖啡 也欢迎大家点赞留言转发 好我是弗莉莎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